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11月养护你的这个君子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急于把它移入室内,因为君子兰的话它要进行一个低温处理,那么后期它才更容易开花,我们最好就是等到温度低于5度之后呢,再把你的君子兰移入室内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11月初呢,不能够把君子兰移入室内之外呢,其实还有几个工作也是大家必须要牢记的。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不要忽略的浇水,如果盆土长期处于一个干旱的状态,那么它花芽分化所需要的水分,还有这个花芽生长所需要的水分无法达到,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花芽停止发育,会影响于后期那个君子兰的开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等到君子兰盆土干到大概七八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水,补水最好就是在早上大概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来给它补水是最为合适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必须要牢记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及时的补肥,因为这个时候的君子兰的话,如果温度比较合适,它对肥的需求是非常的高的,如果肥不足,它后期也是很难生长和开花。 所以我们用肥的话可以采用这种用肥方法,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呢,给它埋上一点固体有机肥,来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 那么固体有机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这种花酵复熟好的羊粪,将你的君子兰盆土周围啊,给它产松。 一定要沿着这个盆边产,然后呢,把这个羊粪啊,给它埋进去,沿着这个盆边埋一圈,可以适当的产生一点,这样埋的羊粪呢,会比较多。 埋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能够太过靠近植株的根系,因为羊粪的话,它营养是比较充足,特别是它是一种有机肥,可以有效的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而且营养比较全面。 比如一些微量元素呢,都是含有的。那么除了要用上一些这种固体有机肥之外呢,其实还要给它进行页面喷湿一点无机肥。 页面喷湿的无机肥的话,大家可以选择用银双金甲这一类的拧甲肥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银双金甲稀湿1000倍,每7天给它喷湿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保证环境的通风,并且不要让水流入夜行里面。 如果不小心流进去了,一定要用纸巾及时的擦拭料多余的水分。 那第三点呢,就是防治病虫害的工作了。虽然这个时候病虫害不多,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工作才行。 我们可以定期给它喷湿一点这个带生猛性这种杀菌剂。 这种保护型的杀菌剂的话,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保护植株,给植株形成一个保护膜,可以避免这个病菌的入侵。 11月这三项工作做好了,那么你的这个菌子栏的话,才更容易开花。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